近日,知味杭州亚洲美食节正在浙江杭州举行 作为美食节重要组成部分的2022相约杭州相约亚运主题展览同期亮相 让香气四溢的美食节完美邂逅亚运会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 主题展展区结合杭州亚运会会挥 杭州亚运会主体育场形象进行设计 处处彰显体育精神 据杭州亚组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猛介绍 在此次活动上 他们还设计出了带有杭州亚运会会挥等元素的烘焙食品 同时还将三件重要的亚运遗产公开展成供市民观赏 那么在这个主题展览上面 我们主要是展成了一个是我们亚运会的一个 整个到现在为止的筹办情况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食品的展示 更加值得推荐的呢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啊 百姓印有惠惠的一个小饼干 我们叫惠惠马卡龙 那么这里更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也展 这个展出了三件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也是我们去年从亚迦达从亚迦达接回来的三件亚运遗产 一个呢是首届亚运会的这个会期 第二个呢是首届亚运会的火炬 还有呢是我们亚奥理事会的一个会期 据了解第十九届亚运会将于2022年9月10号至25号在浙江杭州举行 杨蒙表示目前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同时他认为美食和运动共通共融都与健康有关 希望通过亚洲美食节这个国际化的平台 通过美食这样一个每天必不可少的载体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推广体育运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我们认为美食跟健康跟运动本身就是非常就是这个气候度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说说呢我们想通过美食这样 人们就是每一天都离不开的这么一个载体 想通过这么一个载体来推广我们的亚运会 然后呢来推广就是我们的运动 推广我们的整个奥林匹克的精神 从而呢就是让大家就是来更加关注亚运 那么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会办赛 可能也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